我扒了一些你的东西过来 您就不怕对门撞进 产生不必要的联想啊 他今天应该是不想见到我了 所以没那么快回来 看来老板对不忍 已经是很了解了 令人发指的细节空 也不知道以后 谁能胜任嫂子的角色 你在我的熏陶之下 一准很好嫁出去 我嫁人还是等两年好了 起码等一化没有危险 陆思琪不再是你的软肋 放心吧 我会尽快解决的 饿不饿 给你煮碗面 好 好 合照我给你放衣帽间吧 够隐蔽 您又随时能看见 好 好 好 到底哪儿有适色 可能要是你的天使 你的天使 你找到这些弹物 你弄得到最大的气球 你也不在乎你们 你很不在乎我们 你的 esos 闻着好香啊 老板煮的面 味道永远那么的棒 捧场王 以前你不好好吃饭的时候 我给你煮面 你就会说 这么好吃的面 只能煮给妹妹和爸爸吃 有这么小气的妹妹 爸爸在的时候 我们两个男人 简单做点吃的 看着你吃得津津有味 还夸我们厨艺超群 知道你是捧场 但别听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有多满足了 头又疼了 没事 一会儿就好了 你慢点吃 慢点吃 有那么好吃吗 有吃别的 这台湾也告诉我 在客户面前的 听到我还说 把这种脸吗 只要说我 他这种人 我爸很喜欢跟他结亲呢 去不过退 不然不能把我虎头一回 我问你啊 当你听你爸说 你有可能会跟陆岑阳 结亲的时候 你内心有没有一点点的波动 你疯了吧 我给他打工已经听见手细了 我现在最最不想回的 就是福岳阳 看他就是阴影 好啊 那你就搬走啊 我房子多 搬过来我这边 再等等 你要的花给来了 等会儿走 等会儿走 对不起 不然 走走走 混蛋 先带你去医院处理一下 再让他走 我去医院处理一下 这要是火锅 带你去医院的 不许多医院